我叫张坤 现在正在做飞盘的推广 飞盘带入我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一个世界 想要感受一下狗的快乐 特别上瘾 每天都想玩 非常像宇宙晚期间 昆哥是我的偶像 男神因为他打得太好 飞盘或者说团体飞盘 你只能传盘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你传盘的精准或者时机 我叫张坤 我就是玩飞盘16年了 大学的四年级吧 就是我一个苏格兰的一个朋友 他是留学生嘛 他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玩飞盘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说玩飞盘玩什么飞盘 我在十几年当中遇到的 听到的最多就是 这东西是狗玩的 这东西不能玩 或者说跟我没关系 我就回北京吧 我就觉得挺无聊的 然后也打不了球 后来我就想起这个事 最后就去找当时的 这个一些外国人 去参与一下 2021年秋天 我们觉得可能 感觉人流有点多 然后到今年 三四月份吧 就更多了 大家都开始搞俱乐部了 少可能也有十场 差不多 就在十到二十吧 差不多 其实飞盘能火 我觉得其实勇于尝试 或者说并不是上来 就去评判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很重要 年轻人嘛 本性的这种 比较有活力嘛 积极健康 他可以奔跑嘛 另外一个这个运动的特点 是因为只能通过船接推进 所以才有可能达到一个相对的 男女同场经济的一个平衡 那这样就男女生可以在一起玩 这种项目其实是几乎很少的 所以会让他的可能社交感 或者说是新的时代的这种意义吧 不是说啊 特别酷啊 来劲 这个 在 虽然酷 酷归酷啊 我们都多有一点有用的东西 你看啊 这是炒菜了 这是炒菜 你只抖手腕 这样直抖 19年底嘛 差不多那会儿 其实我觉得 如果 因为飞盘这么一件事 让所有人 有了这种 实现自我的感受 无论他当一个队员 他打得越来越好 还是当一个队长 他管理一个队伍或者是俱乐部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自我实现 1617年的最后 因为我受伤了 我两个腿前脚差都断了 然后都重建了 我就可能觉得说 我的这个 这一项运动生涯不会太久了 然后或者说我能在场上的时间 可能也不会那么 我也是希望别人不要再重蹈我的负责 身体上方面来讲 疲劳也好 不太好的习惯也好 或者说都要打到受伤再去玩这个盘 对吧 或者说不能再玩这个盘 这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以昆组织了一个比赛 然后他们请了几个国外的 应该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这个人当时给我签名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已经不太能再玩飞盘了 然后也老了 年纪也大了 但是他给我的反馈是很积极的 他就说你看我都60多了 他说你才30多 你还可以玩30多年 他说你怎么能是老了呢 后来我想也是 如果说从另外一个项目的角度上来讲 我才可能刚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永远可能只存在于角度 而没有什么ending 穿得漂亮 得分 完成 韩普洛有放弃的代表的其实就是 我们在运动当中的一种精神 不到最后最后一秒 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 去争取那个荣誉的